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,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。 新年一时,全国各地一派繁忙景象,开工建设的大型工程项目接连推进。 沪于荣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开工,湖南一阳的湖南省重大水利工程金塘冲水库开工建设, 国家十四五农业节水供水工程,湖北张河贯区重要控制性工程,响水洞杜曹河龙, 河南省重点项目郑州航空港高铁多市联运一期项目加紧推进,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新型储能电站在广东佛山投运。 此外,高标准农田建设,土地利用效能提高,以及国际商贸城的繁荣也取得了显著成果。 各项项目的推进将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,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做出贡献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